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视频 大概几分钟吧 我就是想跟他说一下 就是如何保持厨房的清洁 就是有可能就是语言会比较犀利啊 但是呢我就是觉得这几个方法 真的是挺有用的 然后也会受益终身的 那我就开始第一个说 就是就是当然我会说的时候会有 就是就是如果说你被冒犯了 然后我也就非常对不起啊 就是我本意是好的 就第一个就是我发现就很多人洗锅子啊 是不洗这个锅底的 就很多人洗锅子就锅子里面是洗干净的 这个锅底是不洗的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就是你锅底不洗的话 那你这个锅子放到这个柜子里 你就把柜子也弄脏了 然后就是就整个厨房就会看上去非常油腻 所以大家在洗锅子的时候 记住一定要洗锅底 就是就是你用百截布嘛 就是擦一下锅子就跟洗碗一样 然后锅底也擦一下 然后再把它冲掉 这样子的话你的锅子就会比较干净 然后把它收到柜子的时候 你也可以保持柜子的干净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我这个锅底 虽然是有那种烧的痕迹的 但是你看到没有是没有油腻的 就是很干净的 这个其实并不难 只要你注意一下在洗锅子的时候洗锅底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想要说的就是怎么保持你的炉灶的干净 就可以看到我的我的这个这个炉灶可以看到它是有这个烧的那种痕迹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是很很干净的 是没有油腻的 就是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家里的这个炉灶啊 就是非常油腻 就是就是感觉就是粘粘的 但是我的炉灶就是完全就没有这种粘的感觉 那个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你每次不是烧好饭菜吗 你把饭菜端上去 把锅子放到水池的时候 你用这个抹布 蘸一点点的百结晶 然后就把你的锅子就这样 把炉灶这样擦一下 然后包括你这个上面 也要擦一下 包括这个旁边 会被油溅起来的地方擦一下 这样擦一下也就五到六秒钟 最多十秒 但是它就是可以让你的炉灶保持非常干净 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为了让炉灶不脏 然后就会用那个锡纸铺在这个炉灶上 然后把那个保鲜膜啊什么的就贴在这个上面 就是他觉得这样做的话 就是可以保持这边墙头炉灶 是干净的 到时候定期把它扔掉清换掉就好了 但是就是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就是 呃我们这么做和我这么做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我如果把厨房这个灶面擦干净的目的是让我每次进这个厨房 我都会觉得这厨房非常的干净我在使用起来我会觉得非常身心愉悦 但是如果你在上面铺锡纸的话 你不可能每天都更换这个锡纸吧 那么除了第一天是干净的之外 那接下来的几天你看到厨房就是油油腻腻的 就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呃比起更换这个锡纸这样子还是每天擦一下厨房会比较好 呃就每次烧完菜之后你都做这个步步步 然后呢就是等一个月之后就是一个月呃你找某一天你在用那个厨房的清洁剂把这边喷一下 包括把水池喷一下然后把它擦一下 然后你的厨房就会比较干净了 呃像呃你看你的这个百结布啊 很多人我都看到就是百结布已经很脏很脏了 他还在用这个百结布在那里洗碗 那你想这个碗得能洗的干净吗 是不是 所以我自己的步骤就是一个月会更换一次百结布的 然后呃等这个百结布看上去就比较脏了 然后我就会用它来擦这个厨房 就是用那个厨房清洁剂 喷完之后然后用百结布把这边搓干净 然后再用这个抹布把它洗擦干净就可以了 像这个抹布也要定期更换的 就是我看很多人的抹布就是呃就已经发黑了 就很黑很黑了 然后还在那里用还在那边擦厨房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吃下去要细菌超标的 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反而就不好 你你用这么脏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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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反而不好像这个擦布的话就是你每天用完之后 你知道这抹布上面不是会有那种味道的吗 我自己的建议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是你不是厨房清擦完了吗 用擦布擦完了你就泡在水池里滴一叠那个就是那个洗碟精 然后就把它泡一段时间 然后等到你呃睡觉之前再把这个抹布熬干 然后把它晒干 这样子的话你的抹布相对来说就是就不会有那个那个水滋味 如果你还想要比较更加的 就是更加就是好的话就是更加精致一点的话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放那个放一两片那种小的那种香蜂 你等一下我给大家拿来看 然后我说就是这种 这种就是洗衣服的这种这种香蜂粒 然后你就就拿一两粒 然后放在这里面就好了 然后可以看到它就这种小粒的嘛 是洗衣服里面就是 就是这种就是洗衣服里面就是呃 放的话就是会让衣服有香味的 你就大概放个两粒然后扔在那个那个洗碟精浸泡的抹布里面 这样子的话等过一段时间你把这个抹布熬上来的话 它这上面就会有一点点的香味 但记住这个东西不要放太多 就放太多也不是很好 就是为了就是盖住这个就是除掉这个抹布上面的异味的 好了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厨房上面的小tips 呃就分享到这边了 呃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了 那呃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